那么下面这是帮助的方法 普广如以神礼 千世眷属 令对诸佛菩萨向前 至心自读词经和请人读 其术一遍和其遍 那么这就是做超度的佛寺了 所以超度佛寺也是从地藏经上来的 自己能读最好 因为自己的心诚恳 是自己的家秦眷属 是为他这个心格外虔诚 自己要不能读情人 亲别人 所以一般都请出家人 因为经上讲 别人给他读 他的利益只能得七分之一 所以一般人都请七个人读 他才能得一分 就这么个道理 亲七个人读 他才得一分 所以读三遍七遍 这个样子就好 所以这个超度的理论方法 我们一定要懂得 他才不属于迷信 你要说的叫人相信 他是四十 如是卧道眷属 精神敌视变速 当得谢徒 乃至梦寐之中 永不复见 那你再也梦不到他了 默默大师 他脱离轨道了 他得到利益 那么脱离轨道 多半又到人道来投身 或者的这个福德力大的 他能够升到天道 天道总是 逃离天一项 升四王天逃离天 那么经上讲的 多半是六说 如果要细说 这个四王天到逃离天当中 那个福报等级还是不一样 届时升到逃离天 福报还是各个不同 就如同我们同样升到人道 你看每个人 一生的受用不一样 有人大富大贵 有人贫穷下戒 同样的人生 这个福报不相同 由此可知 同样的天生 福报也不相同 没有福的天人 福很拨的天人 他的物质生活环境 有的时候还不如 人间的大福报的人 还不如 但是他的身是天生 那么这个道理呢 其实不难懂 你想一想 我们人 人道 在人生 出生道 总不如人吧 有些出生的享受 我们贫穷的人 比不上他 比方出生 这不是一个道理吗 所以你要细细观察了 这六道轮回的状况了 慢慢你就能够体会到了 你看那个富贵人家 养的宠物出生 那贫穷人真的不如 差远了 那在这银室齐居 你看多少人照顾 生病的时候 还有动物医院 送到医院 还车送了 送送 结送 你是这贫穷人 哪里有这个福报 福分呢 他是出生生 有福报的出生 比我们贫穷的人 夫妻搭着走了 所以同样一个道理 天人当中 没有福报的 不如人的生活 这是一个道理 所以虽生天 也要有福报才行 那么生天凭什么条件 无界色善 修得好 生天 如果要不修 不施 不肯多多的 帮助别人 生天也没有福报 可见的修福 很重要啊 你真有福报 无论在哪一道 他都下福 所以福报啊 是可以带得去掉 这个是不会失掉的 功德了 也能带得去 但是功德是很容易失掉 经常常讲 胡烧功德力 所以功德了